这五件事没做,罗德麦克风可能就白买了 看完本期视频,让你的罗德麦克风物尽其用 这是使用最方便的无线麦克风,Wearless Me 开机就能用,音量自动调整 现在这个一拖一的麦克风又迎来了一拖二的版本 还有白色可以选择 各位好,我是赵军,这里是赵军日记 拿到罗德Wearless Me无线麦克风有几件事情必须做 第一件事,配对 一般情况下,我们打开包装 打开三只麦克风的电源 两个发射器就会和接收器自动配对 立刻就能使用 但也会碰到我们刚刚给固件升完级或者是其他原因 没有实现自动配对 可以快速地短按一下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按钮 这样就实现了配对 当然你也可以在Rode Central里操作 接收器连接电脑或者是手机 在这个位置点一下配对 在发射器上点一下确认就能配对成功 第二件事,下载Rode Central 罗德Wearless Me无线麦克风所有的设置 都需要使用Rode Central这个APP 你可以从罗德官网下载这个APP 目前Rode Central支持Mac电脑 Windows电脑 iPhone iPad Android手机等设备 第三件事,设置 Wearless Me接收器连接电脑或者是手机 打开Rode Central 你就可以设置麦克风的增益辅助模式 麦克风输出音量 拆分模式还是合并模式 LED灯亮度,升级部件等功能 Wearless Me默认了关闭接收器上的麦克风 我们管接收器上的这个麦克风呢 叫做Me Mac 如果你需要用这支麦克风录制声音 点击这里开启 当我们希望一次录制成功时 确保麦克风是合并模式 这使两支发射器上的麦克风和接收器上的麦克风都会录音 所有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录制到你的相机里 如果录制完成后期需要单独调整三支麦克风的音量 比如单独调整其中一支麦克风的音量 就需要在这里选择拆分模式 这使两支发射器的麦克风的声音混合之后成为左声道 接收器的麦克风声音成为右声道 关于Wearless Me的声音设置 我会单独再录制一期视频 第四件事情 更新固件 当官方发布了最新的固件 当你把麦克风和电脑连接 并打开Rode Central就可以看到提醒 点击升级就可以了 时刻保持你的设备是最新固件 让你的麦克风拥有最新的功能和最好的状态 第五件是观察一下风的速度 如果你在无风的室内可以直接使用Wearless Me麦克风 但如果你在户外 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外加麦克风使用 都建议安装防风毛衣或者是防风海绵 一旦你通过麦克风录制到了风噪 就很难消除掉这讨厌的声音了 好了 以上就是当你收到 Rode Wireless Me无线麦克风 在使用之前要做的五件事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对于录音器材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还想学习更多直播间搭建的技术 可以看我的这本 《个人直播间搭建与实战》 19个直播间案例 总有一款适合你 ề 这是新闻的eration 是新闻的